万里长城 长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长城是令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人文旅游圣地 站在巴达岭高顺的敌楼上远望 长城像一条不见首尾的巨龙 威鹅险峻 苍古雄旗 它巨大的身躯盘旋于群山之殿 借助大山的力量 把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升华至天际之间 屹立于高山之殿的长城 经过岁月的刻画风雨的金石展现着不拘的傲然风骨 它所展示的不只是一种恢弘的浩然之气 它所体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形象和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 从卫星上俯瞰人类的家乡 照片中清晰呈现出万里长城的轮廓 照片上这段长城 正是取世文明的八大里长城 上下千年纵横万里 谁知长城 在北京城 中间是一条四十里长的峡谷 峡谷中有万里长城的著名官城 居庸关 这条峡谷顾名关沟 八大岭雄居关沟北端的最高处 这里两峰峡池 一道中开 居高临下 形势极为险要 古人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 而在八大岭之说 由于八大岭的特殊地形和地理位置 成为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千山之遇以天魂 阎风尿道云南躲 君都山 阎山山脉的最高峰 这里峰峰迭障 沟壳纵横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刀绍腐坯般将大山堕开 每一座山峰都直上直下 山脊几乎没有平底 全是尖锐的缝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